好,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 那《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教会是一个尊贵的团体。 那我们尊贵就是因为神把祂的灵赐给我们,充满我们,永远与教会同在。 所以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的一开始,就看见在五旬节,圣灵就充满祂的教会。 那他们被充满的时候,彼得在那个地方就宣讲教会的第一堂的信息。 那那个信息的一个主题,就是要告诉教会,也告诉世界的人,只有耶稣基督是救主,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弥撒亚。 所以那一天,有三千个人,他们就成立了耶路撒冷的第一个教会。 那他们在那个地方,我们又看见有很美好的团契。 在那个地方,虽然我们知道,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 那不过教会是可以健康的。 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有三件事,只能够使教会健康。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教会需要天天,我们要伪身,我们要恒心。 那第二,我们教会要有正确的态度,心态,来敬拜上帝。 那第三,我们教会真的是,要被圣灵充满,我们真的是要靠上帝,来建立主的教会。 那我们感谢主,这是健康的教会。 那到过后呢,我们就看见彼得约翰就到了美门,就有这个美门,圣殿美门的事件。 那那个美门的事件,给我们看见一个第一个神迹在那个地方发生。 那就是那个伸来瘪腿的,他能够站起来了。 那那个神迹要给我们看见一个真理。 那那个真理就是,神迹要表达耶稣基督就在教会的当中。 那这个神迹是证明,耶稣基督是在我们在教会。 因为当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那他就是行了这样的神迹。 所以因此当教会见证这个伟大神迹的时候, 那那个神迹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也真的与教会同在。 所以在那个地方我们看见,彼得也开始讲了第一堂,第二堂道了。 那为什么他要讲那堂道呢? 因为在那个地方,有人以为彼得跟约翰就是耶稣基督。 那搞不好他们真的要拜彼得跟约翰啊。 那因此彼得约翰要纠正当时教会一个错误的概念。 那因为这些犹太人常常有这些错误的概念。 那他们也很敬奉天使的。 那他们很敬奉摩西的。 所以因此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的话, 那就是要纠正这些犹太人很错误的概念。 所以因此彼得在那天一定要讲那堂道来教导这个真理。 那什么真理呢? 那就是神迹不能够救人的。 那只有神的道才有能力能够建立人,才能够拯救人。 所以那一天他们传的那个真理呢,就是要告诉我们,只有神的道能够光照人。 那只有神的道能够挽回人。 那只有神的道才能够真正给人有极大的盼望。 所以我们也看见他们讲完那堂道,有多两千人也来信主了。 那不过当时有一组人叫做撒都盖人,他们就出现了。 那他们就开始逼拨使徒们。 那这是我们上一位所,我们上次所看见的,我们看见他们被逼拨,这是教会的第一次的逼拨。 那不过我们看见那个逼拨,给我们看见教会跟犹太人,就有很大的分别了。 那在旧约的犹太人。 那如果他们受到攻击,受到逼拨的话, 那他们的教导是以牙还牙的。 那不过我们看见这些信徒们,这些使徒们,他们信了主,他们被圣灵充满。 那他们的回应就不一样了。 那他们愿意宁愿被抓。 那为什么? 因为他们遵行耶稣基督给他们的教导。 那就是要爱你的敌人。 要祝福你的敌人。 要常常为你的敌人来祷告。 所以你跟彼得跟约翰他们的反应,跟他们以前过去的身份完全不一样了。 那他们虽然是无故地被抓,这些撒度该人没有理由去抓他们的。 那不过这个彼得约翰的整个态度,生命的表现完全改变了。 所以来教导我们,其实我们今天,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人,不是属血肉的人。 那今天教会最大的敌人就是黑暗的实力。 那教会最大的这个逼迫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撒旦,魔鬼,我们罪恶而来的。 所以因此在今天,一个最伟大的神迹是什么? 一个最伟大的神迹就是教会或者信徒能够从罪恶走出来。 就是一个信徒能够打胜、赌博的罪恶。 那一个基督徒能够得胜他里面邪恶、色情的这个罪恶。 那这是今天教会最大的敌人跟逼迫。 那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得胜呢? 那我们看去过去的信息,就是这些门徒们回到他们教会当中的时候。 那他们就有一个祷告会了。 那那个祷告会是我们上一次所学习的,他们有三件事他们能够得胜。 那为什么今天教会能够得胜罪恶? 那为什么今天的教会能够得胜属灵的征战? 那从那天的祷告会我们学习三件事情。 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大的。 我们的上帝是好的。 而且我们的上帝是美的。 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因为上帝的缘故。 我们就看见我们能够得胜各样黑暗属灵的征战。 那今天我们来到第五道的第四章三十二节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四章三十二节一直到五章十一节。 那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 那什么功课呢? 那如果你看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的时候。 那你会看见路加好像稍微再重复他在二章四十二节所讲的那段的经文。 那如果你回去看路加稍微再重复他在二章四十二节以下的话。 那你会看见当时的教会很健康。 那来到了第四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 那你会看见整个情况也是一模一样的。 那为什么路加要重复这段的经文呢? 那其实路加要提醒我们。 那当时的教会是很福兴的教会。 那当教会福兴的时候。 那也就是福音在那个地方福兴。 所以当福音广传的时候。 那我们看见整个环境就非常非常有神的恩典在他们的当中。 所以换句话说当时的教会他们享受这段的时间是很平安很兴旺的这段时间。 那当时还没有受到很大的逼迫。 所以当时史提反还没有讲那堂会盯他死罪的那堂道。 所以这段时间他们很平安。 那这段时间他们有很大的恩典。 所以你看三十二跟三十五节的时候。 你会看见他们什么都没有缺乏。 他们每一天都过着一个很舒适很安稳的日子。 那为什么呢?特别你看你注意到三十三节。 那三十三节怎么说? 那师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基督复活。 那众人也都蒙大恩。 那那个环境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恩典? 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很发达很富有? 那最大的原因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在那个地方广传。 那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各位。 那当你我们看见人类历史的时候。 那当然历史学家绝对不会提这件事情。 那不过你看整个人类的历史。 那有什么地方有什么国家。 如果耶稣基督的福音广传的时候。 也就是神的恩典就在他们的当中。 所以你看见当这些使徒们教会被赶出巴勒斯坦的时候。 那福音第一次临到外国,那其实就是希腊那个地方。 那就是这个希腊、保罗跟路加他们到了这个菲利比那个地方。 那这是福音第一次临到欧洲。 那我们看见在欧洲那个地方,从历史的演变,他们因为福音的缘故,他们广传。 他们兴旺。 那从欧洲呢,我们就看见清教徒他们就到了美洲那个地方。 所以清教徒在美洲他们在那个地方广传福音。 然后接着好像这些英国的宣教士,好像魏斯里,好像乔治怀德夫,在那个地方建立教会。 所以我们就看见美洲跟欧洲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就越来越广传,越来越发达。 那其实最大的元素是什么? 就是福音广传。 那我们看见最近在加拿大有这个G7的这个会议。 这个G7在加拿大是整个世界最有钱最发达的国家在那个地方聚集。 你会看见很多大部分都是美洲欧洲的国家在那个地方。 那甚至在亚洲一个很大的国家。 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忽然间它突飞猛进很大的进步。 那很多时候跟福音在那个地方自由广传是很大的关系的。 那同样的新加坡也是这样。 我们在这个地方很兴旺。 我们在这个地方领受很多的恩典。 那其实很大的,最很大的因素就是因为新加坡,教会,无论是福音,很自由的广传跟发达。 所以因此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就好像当时使徒行传的教会一样,我们活在一个蛮有神恩典的时代。 那这段的圣经不是要注意这件事情。 那其实这段的圣经要告诉我们, 当我们今天活在神恩典的时代当中。 是的福音广传。 哪一个地方有福音的广传。 哪一个地方有教会的兴旺。 那神的恩典就一定在那个国家,一定在那个地方。 那今天新加坡也是这样。 不过问题是当我们活在今天很舒适恩典环境的当中。 那今天我们教会要做什么? 那这也是今天我是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那在恩典环境的当中。 那到底你要做什么? 所以这段圣经要注意这一点。 所以从36节一直到5章11节就是注重这一点。 因为当教会兴旺的时候。 当信徒们什么缺乏都没有的时候。 就好像新加坡这样。 有人有谁在新加坡真的是穷人。 我们真的没有很多时候,新加坡人大体上是没有什么缺乏的。 不过教会要做什么呢? 那这个段圣经就有讲到两组人。 那第一组人就是约瑟。 那以后呢,使徒们要称为他巴拿巴。 那这个约瑟是属于一组的人。 那不过有另外一组的人。 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亚拿尼亚跟撒菲拉。 那他们两组人在恩典环境的当中。 那他们怎么回应? 那就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情。 你会看见路加把重点放在第五章一到十节。 也就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组人的人。 因为路加要提醒我们。 当教会在很舒适的时候。 当信徒好像没有缺乏,满有恩典的时候。 那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危机。 那不一定是逼迫,不过是危机。 那这个危机是什么? 当我们活在恩典的当中。 那其实有三个危机。 那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危机。 不过时间的关系我只讲三点。 也就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所遇见的危机。 是的,当教会很舒适的时候。 那第一,我们很多时候忘了上帝是我们的主。 我们开始体系自己多过体贴上帝的意识。 那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所犯的这个危机。 那第二,他们也不听神的话了。 他们不再听使徒们给他们的欠信。 那这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危机。 第三个危机, 就是我们开始不敬畏上帝。 特别是我们很舒服的时候。 我们充满恩典。 我们很多时候已经开始不敬畏我们的上帝。 那就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这个光景。 所以这个三个危机我们今天要看。 所以当教会很舒适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约瑟, 约瑟就不一样了。 他的回应不一样。 他听了神的话语。 他愿意遵行神的道。 所以三十六节怎么说? 三十六跟三十七节, 这个约瑟呢, 他就把他田地也卖了, 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 那他在这个舒适的环境, 那约瑟没有忘记上帝。 他仍然体系上帝的意识。 所以在那个地方, 他就卖他所有的。 他把教会所适用的, 然后给了教会。 因为他纪念上帝。 那我们看见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不是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在恩典环境的当中, 那我们真的忘记上帝。 忘记上帝就是体恤自己。 我们体贴自己的需要。 那多过体贴上帝的意识。 那这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毛病。 那我们怎么知道? 你看第三节。 那第三节,彼得就告诉亚拿尼亚, 那你为什么让撒旦充满你的心? 那叫你弃红圣女, 你把田地的价营私自留下几分呢? 是彼得控告亚拿尼亚。 那你为什么让撒旦充满你? 那撒旦充满你的意识是什么? 就是你开始自己为自己着想了。 所以彼得用这句话, 你私自把这些属于神的, 你留给你自己。 那彼得告诉他, 你不是在欺哄人, 你在欺哄上帝。 是的,彼得当他讲这句话说, 亚拿尼亚,你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 你把自己所私自的东西留下。 那其实彼得讲这句话, 他最了解他所讲的。 那很多时候圣经讲到被撒旦充满, 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那很少提到撒旦被充满, 或者撒旦充满人的这个事件。 那其实甚至耶稣基督也很少提到这件事。 不过只有一天, 你还记得一天吗? 一天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他告诉他的门徒说, 他要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 要受害。 不但如此,他要受死第三天复活。 那当时彼得就直接告诉亚拿尼亚, 彼得就告诉耶稣对不起。 那天,彼得告诉耶稣说, 万万不可。 你不可去那个地方来受苦。 那你彼得, 这个耶稣就用这个名词, 那这个名词就是, 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 因为耶稣对彼得说, 撒旦, 他连彼得这个名字都没有提, 他就告诉彼得, 你就好像撒旦这样, 你退我后边去吧。 为什么耶稣这么说? 因为你体贴人的心意。 你没有体贴上帝的心意。 因此当彼得骂亚拿尼亚的这个时刻。 我想这件事一定让他提醒他, 他过去也是这样。 那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教会我们活在恩典的当中, 我们已经忘记我们的上帝了。 我们忘记荣耀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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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很多恩典充满我们的时候, 我们根本没有缺乏。 我们做什么都顺利。 一个很大教会的危机, 我们已经开始不体贴上帝的心意了。 我们体贴自己的心意。 我们奉献也有自己的私欲的。 我们开始来做礼拜也有自己的私欲。 连我们要选什么侍奉来服侍。 也有很多自己的私欲。 我们把很多重要的真理完全忘记了。 我们忘记奉献是荣耀上帝。 我们忘记服侍是荣耀上帝。 我们忘记能够来做礼拜。 我们忘记能够来做礼拜。 那这是神极大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人。 不过我们连做礼拜 也要按着我们的心意。 太早不适合。 言语太复杂我不喜欢。 这里的长老太老我也不要来。 这里的侍奉太沉闷我不要去我不要侍奉。 这里的团契这么少人我为什么要来。 很多时候今天在舒适环境的当中。 我们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 我们开始要做我们心所要做的事情。 很多时候让撒旦充满我们的心。 就好像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样。 他们开始想歪了。 他们想的东西都是为自己来着想。 很多都是为了荣耀自己。 体恤自己。 满足自己欲服的荣耀。 那可能他们看见月色。 哇!你看他们的服饰。 他的服饰。 被使徒们称赞。 不但称赞在一个地步还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巴拿巴。 哇!这是很尊贵的名字。 这个名字就是他是一个劝慰子。 那可能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也在那个地方想。 他在做这一点点的功。 你看使徒们就称赞他这么厉害。 哎呀!我们的名字不够好啊! 我们盼望使徒们也让我们称我们是Mr. and Mrs. 姓旺那就更好。 我们亚拿尼亚撒菲拉太普通了这个名字。 所以他们也要做一点事情。 不过他们做的原因是什么? 惜福的荣耀。 惜福的荣耀。 体贴自己。 那这是教会的危机。 特别是很舒适环境当中。 我们已经忘记上帝了。 你看耶稣不是这样的。 耶稣基督是给我们最伟大的见证。 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 他离开天上的荣耀来到这个地面上。 你懂他在这个地面上,他多久才成名啊? 他活了33年半的时间。 不过只有最后三年他才成名。 我问大家他三十年的时候他在做什么? 他前面三十年他在做什么? 我告诉你没有人知道。 只有我们知道一件事。 他十二岁到了耶路撒冷。 然后就不见。 然后被发现到在圣殿那个地方在敬拜上帝。 不过之后从十二岁到三十岁他在哪里? 我告诉你他在做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他在做什么? 他在Ikea工作我告诉你。 拿撒勒开的那个坟店。 十八年。 十二岁为什么他会去耶路撒冷? 因为对犹太人来讲十二岁就是全人了。 十二岁就要开始做一个工作来养家了。 十二岁到三十岁。 十八年的时间。 耶稣做木匠。 他安安静静地做木匠。 他从来没有问。 我十六岁了。 我要去YouTube让人家都认识我。 我是神的儿子啊。 怎么人家到现在人还不知道我是谁? 他二十五岁了。 他从来没有想到爸爸我要换工作了。 这个工作的薪水太少。 我要去做一个人人都知道我的工作。 我要做大事。 我要出名。 因为我是神的儿子。 你看耶稣没有。 十八年。 他安安静静。 尊行等候上帝。 他从来没有说。 上帝啊。 我在这个地方做什么。 人都不认识我。 我什么座位都没有。 我是一个低级的木匠。 他没有这么想。 他只想一件事。 我即使做木匠。 我等候上帝。 我还是荣耀上帝。 我还是荣耀上帝。 因为只要我遵循神的旨意。 我才荣耀上帝。 一直到三十岁的时候。 他就出来。 因为这是神的时间。 弟兄姐妹。 在这个舒适的环境。 我们信徒要做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体贴自己。 那弟兄姐妹。 你今天有儿女要做什么。 你今天有这份工作你要做什么。 今天你有这么美好的家庭你要做什么。 你活在一个恩典的当中。 你身体健健康康。 到底你要做什么。 我们要想起上帝。 我们要多想。 在这个平安恩典的当中。 我不是为了自己体贴我自己要做什么。 我要常常想。 我要怎么荣耀上帝。 神给我恩典有儿女。 不是为了体贴我要做的东西。 不是要体贴我虚夫的荣耀。 我有儿女是神给我的恩典。 我们要常常祷告。 主啊教导我。 怎么以我的儿女荣耀你。 今天神给我一份很好的工作。 这是恩典。 我们不要想这个工作能够体贴我们要做什么。 这个工作要体贴我虚夫的荣耀。 我们乃是要在恩典的环境当中。 常常想。 常常祷告。 我要怎么在我的工作上。 用神给我的恩典。 荣耀上帝。 我们要像约瑟。 不要像亚拿尼亚。 第二。 教会有什么危机。 第二个危机。 就是不听神的话。 你看约瑟。 约瑟是立位人。 有没有注意到。 你读到的时候。 你会不会感觉到很奇怪。 因为照着旧约的法则。 另一位人是不可以有产业的。 不可以的。 不过巴拿巴有产业。 他还没有做巴拿巴之前他是约瑟。 约瑟有产业。 他是立位人。 不可以有产业的。 不过你看见。 他卖了。 为什么? 我告诉你。 他有点像撒盖这样。 约瑟如果他有缺陷的时候。 我们看见约瑟或者巴拿巴 他自己也有很大的脾气的。 以后你会看见他跟保罗差不多要打架。 不过我们看见这个地方。 他其实也有做错事。 他是立位人。 他不敢在巴勒斯坦有产业。 不敢在巴勒斯坦有产业。 不过他在塞浦路市的时候他有产业。 就好像基督徒今天在西安堂什么都不敢做。 不过到了上海到了深圳什么都敢做了。 我们看见约瑟。 他听见神的话。 他在那个地方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听见彼得讲了这么多的信息。 为什么这个立位人月色会卖产业呢? 因为他根本不应该有产业的。 不过他把所有的产业全部卖了。 那这是什么? 悔改。 他听神的话。 在舒适环境的当中。 他其实什么都不用做也没关系的。 不过在很舒适恩典环境的当中。 使信徒们更要听神的话。 我们要在恩典环境的当中。 我们听了神的话。 神的话要砸我们的心。 我们要悔改。 好像月色这样。 他把田地买了。 就好像沙盖这样。 他所欠人的东西。 一听了耶稣与他同在。 一听见耶稣愿意进入他的家。 杀该悔改。 他所欠谁的, 统统还给他们。 月色就是这样。 所以因此使徒们就把他的名字换去巴拿巴。 你不是月色了。 他月色已经不是你了。 你是巴拿巴。 就好像为什么雅各不是雅各了。 因为雅各是以色列了。 我们要听神的劝告。 我们要悔改。 那就好像巴拿巴这样。 那亚拿尼亚。 他有听吗? 你看第五节。 他有听。 不过他听了就死了。 那为什么? 可能有人说, 为什么上帝这么残忍。 他听了就给他悔改了。 他听了就给他机会悔改。 那我跟大家查考过以色帖记。 以色帖记有一个人物叫做哈曼。 这个哈曼给我们看见一个真理。 我们上次读以色帖记的时候我有提到。 其实上帝给人机会一打把。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的面前。 可以控告上帝。 神啊!你这么不公平。 你没有给我机会悔改。 哈曼不可以这么讲。 亚拿尼亚也不可以这么讲。 因为上帝知道亚拿尼亚的信。 即使给他三个小时悔改。 给他五个小时悔改。 给他一个礼拜悔改。 他的心还是硬的。 你还记得亚干的故事吗? 就是在耶稣亚时代的时候。 其实神给亚干很多忌讳。 神用他的话,用他的福音, 不但帮助亚干,不但帮助哈曼,不但帮助亚拿尼亚。 不过很多时候是人不愿意悔改。 亚拿尼亚、撒菲拉就是这样。 亲爱的各位, 我们今天要听神的话。 在恩典环境的当中, 我们更要听。 虽然很难悔改。 因为大家都平安。 大家都很舒服。 我们开始发现, 有听没有听也是没有什么关系。 有听没有听, 我的日子还是照样这样过。 亲爱的各位, 我们在恩典的当中, 我们要好好地遵行主的话。 如果在什么地方, 我们需要悔改。 我们今天就要悔改。 那亲爱的各位, 圣经就是好像一把镜子这样。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镜子就要告诉我们, 有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改的。 我问大家, 你买镜子做什么? 有些人买镜子是, 因为她很漂亮, 她买镜子。 没有,她很漂亮, 所以她买镜子。 所以越漂亮的人, 镜子在家就越来越多。 那如果很难看的, 镜子就特别少。 不过镜子是为这个缘故做的吗? 你买镜子是为了看见你多美吗? 如果你买镜子是为了这个原因, 你要去看心理医生。 因为镜子不是要让你看多美。 你买镜子的原因是什么? 你买镜子的原因就是要看见你有多什么地方要改的。 可能这个头发乱了,你要改。 可能这个地方有青春多了,要改。 可能这个地方有一个辣椒酱,你要抹掉。 这是镜子的作用。 人不是为了要多美才常常看镜子的。 这不是镜子的作用。 你看镜子, 因为你看你的脸有多脏。 有什么脏的地方吗? 圣经就是这样。 神写圣经给你,不是要告诉你多好。 神把圣经给我们,不是要夸奖我们多完美。 我们读圣经。 我们听神的话, 就是要改。 是的,我们很多罪。 我们很多邪恶。 我们很多贪婪。 我们今天要改。 不要等到货来的时候,我们才求上帝帮助我们。 不要等到有货来到我们的时候,有糟糕来得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才求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现在要改。 我们要用神的话看见我们自己。 我们要改。 我们把我们的污秽洗干净。 那这是我们要听神的话的原因。 要在舒适恩典环境的当中。 我最后快一快讲第三点。 第三点,你看十一节。 十一节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害怕了。 那亲爱的各位。 我们不要以为神什么都不会做。 神要惩罚的时候是很可怕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恩典环境的当中。 我们要像约瑟巴拿巴这样。 他敬畏神。 为什么他马上悔改。 他马上卖了他的产业。 他怕。 很多时候在平安的日子我们不怕神的。 我们不怕神。 我们要学习巴拿巴这样。 他敬畏上帝。 不要像亚拿尼亚跟撒菲拉。 在这么好的环境。 在恩典环境的当中。 什么都有的时候。 彼得告诉他,你所有的是你自己可以用的。 彼得告诉他,你所有的是你自己可以用的。 这是神给你的恩典。 不过一个条例。 你要敬畏上帝。 这是教会一个很大的危机。 我们开始侵卖我们的上帝。 我跟大家查考过马拉基书。 我没有常常读马拉基书。 因为马拉基的时代是他们已经回到自己的国有一百年了。 耶路上的城建好了。 圣殿建好了。 祭司的制度全部都好了。 他们什么都有。 不过他们没有一件事。 他们没有敬畏上帝。 所以在马拉基的时代, 你懂他们怎么献上帝祭物吗? 都是他们不要的。 都是缺腿的。 都是病的。 他们没有体贴上帝。 他们把最好的留给自己。 所以上帝在马拉基的时代非常的生气。 就好像当时亚拿尼亚的时代,神多么的生气。 我相信亚拿尼亚和沙菲拉是信主的。 他们仍然是得救的。 不过神仍然要惩罚他们。 亲爱的各位, 让我们在恩典的环境当中, 我们真的要敬畏我们的上帝。 让我们读这段的圣经, 我们要敬畏我们的上帝。 好,阿们。